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最痛苦的一天 我就选了一套 比较轻松的搭配 黑色的长裙 加上白色的毛衣 就可以打造一个 非常简单的穿搭 那黑色的靴子 可以让整体造型 更加酷一点 粉色的包包 也是我为了周一 这个枯燥的一天 选的一个比较 有乐趣的小配饰吧 星期二我们应该 收收心思 把我们的精力 都放在工作上面 那么阔腿裤加 高跟鞋这样的搭配 是非常适合工作的 上衣我搭配了 一个花色的衬衫 可以让整体的造型 更加有趣一点 周三小周末 是时间约上你的姐妹们 一起去喝下午茶啦 我今天穿了一个 睡衣款的外套 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 一个元素 袖口绒毛的设计 也可以给整体的造型 有一个秋冬的感觉 我搭配的这个水桶包 也是今年大热的款式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终于到周四啦 周末还远吗 所以我今天选了 一个非常舒服的长裙 让自己的心情 更加放松一点 希望大家可以快速地 度过这个 枯燥的周四 终于到了每个星期五 最开心的一天 星期五 相信大家今天晚上的活动 一定都不少吧 上一会穿了一件 彩色不规则的线衫 搭配一个亮面的皮裙 是非常适合 星期五的一个搭配 希望我这一套穿搭 可以给大家带来 一个很好的心情 让我们一起迎接 周末的到来吧 OK 那么这次的 All Street Tools Week 到这里就要结束啦 祝大家周一到周五 都有好心情 每天都是能源家 也不要忘记关注 我的微博 Ambition 和Glambo的微博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